8月23日的数据显示 美国30年期固定抵押贷款合同利率飙升至7.31% 为2000年底以来的最高水平 上周 美国购房抵押贷款申请跌至近三年来的低点 表明住宅房地产正因近期借贷成本飙升而受到影响 洛杉矶警察局逮捕了一名将86岁亚裔老妇打晕的人 但他们正在寻找另一名与袭击无关的人 此人在老妇人昏倒在地时偷走了她的钱包 洛杉矶警方说 8月8日下午2点40分左右 袭击发生在洛杉矶南部的 Adams Normandy社区的一个公交车站附近 一名陌生人把这名老妇从一辆公交车上推了下去 导致她头不着地 立即失去了意识 这名老妇倒在地上时周围站着几个人 其中包括一名身穿深色裤子和灰色鞋子的男子 尽管很多人都试图阻止 但该男子还是拿走了老人的钱包 洛杉矶警方要求任何目击这起事件 或任何有钱包失窃信息的人可联络他们 快递巨头联合包裹公司UPS的公会 自的公会于8月22日批准了一项新的五年劳资协议 大幅度提高了薪酬 并结束了将该公司推向罢工边缘的紧张谈判 协议显示到2023年 现有的全职和兼职卡车司机每小时将多获得2.75美元 在合同期限内 工资增长总额为每小时7.50美元 现有的兼职工人将立即提高到每小时不低于21美元 最高可达每小时23美元 一名经验丰富的货运司机在五年期满时的时薪为49美元 每年的工资和福利收入约为17.5万美元 此外 工人们还获得了其他福利 包括额外的带薪假期 以及承诺从明年开始为其购买的新车安装空调 代表34万名自员工利益的卡车司机工会 在一份声明中称 约86%的员工投票赞成这笔交易 8月23日 一架私人飞机在俄罗斯特维尔州坠毁 造成10人死亡 塔斯社援引俄罗斯航空署消息报道称 俄罗斯私营军事承包商瓦格纳集团创始人普里格任在失事飞机的乘客名单上 该失事飞机直飞航线为莫斯科至圣彼得堡 有媒体报道称 飞机所属人即为普里格任 但尚无法进一步确认他本人是否在飞机上 而据我们和俄罗斯在一起运动领导人罗格夫通过社交媒体称 普里格任和瓦格纳集团指挥官乌特金在特维尔州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 俄罗斯联邦侦察委员会最新发布消息称 已向事故现场派出调查小组 并进行所有必要的法医检查 开展一系列调查行动 以确定坠机原因 印度空间研究组织8月23日说 印度月球探测器月船3号所携带的着陆器 当天成功在月球南极着陆 印度成为继苏联 美国和中国之后第四个实现探测器登月的国家 月船3号于7月14日发射升空 它所携带的维克拉姆着陆器高约2米 重约1700公斤 包括一辆26公斤重的碳月车 月船3号任务将在月球上工作两周左右 对月球表面的土壤和岩石进行分析 并寻找月球南极是否存在水冰 2008年 印度成功发射首个绕月探测器月船1号 但原计划运行两年的月船1号 在2009年8月失联 2019年7月 印度发射月船2号探测器 当年9月 其着陆器尝试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时失联 有关方面于11月承认着陆器已坠毁 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时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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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月球表面软着陆时失联